我是她老公 她是我老婆 她是陳一涵 對 她是許不祥 我先生 是個導演 當然我覺得人跟人相處久了 都會越來越了解 另外一般的習慣 現在相處起來比較不會說 特別去遷就對方什麼 我是知道自己都有自己的方法 可以去 紓解那個緊張 所以我們其實不太會 吵架 我們吵架的原因也都只是 喝多了 我剛才講 我剛才講 有時候喝多了 有時候講話有點不經大腦 但其實那些都是一隔天一起來 就覺得說 天啊這種事情 就是真的都是那種超無聊的小事 非常無聊 對 沒有什麼為什麼大事吵架 也不會什麼吃醋啊 看手機都不會 我們都知道這張手機 從來都不會去看別人手機 我覺得拍戲那段時光 對我來說覺得最艱難的 那時候我就覺得這個人真的可靠 然後後來比較難 可能是我後期肚子很大的時候 他那時候剛好都還忙 然後醫生完他一樣忙 但我覺得他算是 算是比較少 雖然也有惹怒我幾次 你知道孕婦跟新手媽媽很容易被惹嗎 但他還算是表現得蠻好 他沒有干預任何我 怎麼樣要 嚴育小孩的意見 對 他都配合 就像可能他 可能也有他的想法 但他不會 就譬如我就說 我一定要全母乳 我都也 我一定 我也不要平衡 我就很堅持 我就會說誰都不准給他合配方 然後新手媽媽就會有 你知道有的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 或是我在懷孕的時候 我就說不行 我一定要運動 我不運動我不開心 如果我是 寶寶怎麼樣 我說我一定 在安全的方 他就從來沒有阻止我 反而是一堆朋友打電話說 你不要再跑了 你不要再什麼什麼 他就會說你開心你就去 我覺得蠻感動 他也不會說你不要吃什麼 你就 都讓我做任何我想做的事